大家好我是Pete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Peter 每个的Peter 一转 今天大家讲两个项目 这两个项目在市场上 我觉得蛮有趣的 那么跟大家分享 首先请大家来我推特 大家知道推特重要的 赶快发到推特 然后在discord 然后再来才是YouTube 那推特这边我们持续有这个logo 设计大赛 大家赶快来帮我们设计logo 说的YouTube的个人一届 不是才会分析 不是才会建议 我不才会顾问 主要自己的研究空障风险 都是重要的 然后大家赶快来 我们这边留言 我们这边留言一直持续发出 我们AlphaPass白名单 大家赶快来 那我们来FlyNet FlyNet今天跟大家讲一个项目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 我今天下午看到了 但是我觉得应该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MECAVERSE 那大家讲说 MECAVERSE很久以前的项目 没错 很久以前的项目 在很短时间之内 它从0.3几 涨了百分之百 忽然之间 忽然之间 它的交易量有百分之 等于是18倍 百分之1800 整个量 直接量 往上喷 你看 它这个10月多 它的量带0.7几 它位置 一直在这边 0.3几 0.3几 好几千 0.3几 忽然之间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往上走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信号 那如果来Twitter 大家来Twitter 我来Twitter 刚才稍微看一下 Hashtag MECAVERSE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想找找看 一想想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9乘9乘9乘9 少了60支 你看这刚才 9乘9乘9乘9 这其实是一个 你看它少到一个EAT 少了60支 另外 这边找到一个EAT以上了 今天下午很多 看到有几个大佬 在那边扫货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准备来看一下 这Search Decoder 你看它就讲说 EVERSE 跟这个MECAVERSE MECAVERSE 0.4EAT 那这个EVERSE 这0.5EAT是不合理 这个怎么会比MECAVERSE还要贵 MECAVERSE照讲 这个应该是一个还不错的项目 EVERSE AI这边是0.5EAT 是机器人 那这个MECAVERSE 0.4不太合理 MECAVERSE照讲应该是蛮难丑的 某程度上 结果这边看MECAVERSE最早最早 其实你看是8EAT 这边8EAT是交易量 这什么意思? What's the entry price you have considered MECAVERSE as historical NFT? 0.4 这忽然之间0.4 这边被人家直接拉 这个我不晓得是发现什么事 一波这样往上涨 那如果现在来看到 这个MECAVERSE 这边是0.78 如果看这边一根超级大根的 这里一根是多少 253 之前每一天都是20 今天忽然间有个253 那拉上去之后 现在稍微价格又回落了 但是你看这边之前 真的是有大货在这边少 我们来看一下MECAVERSE 它里面 这个价格的分析 价格分析之间最低 应该是在0.3 0.4 这里 就今天很短时间之间拉0.88 地板 应该0.8到1之间 大概看绿色这条线 0.37之下午2点多 忽然间从4点左右开始 就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 从这边直接拉到1 我不晓得这发生什么事 0.672 目前为止上场上 大概是卖0.7几 那有一些往上 1点几 1点几 我们看最早最早MECAVERSE 是MECAVERSE 0.2 88个 是在去年10月份 MECAVERSE 0.3 那如果来看他HODER HODER比例 HODER一直掉 你看HODER一直掉 这边大家只有4000多 HODER 最早HODER有6000多人 那大家持续 HODER有多的人 越来越多 1.8 你看我觉得这边很有趣 4A89 过去7天买95个 今天过去6个小时 买了67个 这边4A88 过去7天买了 过去6天6小时 买了86个 这边是持续 68个持续买20 68个买18 33个 这边新的WELL进来 205B买了33个 没什么人卖 原本的大佬还是这么多 原本大佬 甚至有些这个 你看买95个 我不知道这发生 95个86个 新的人进来扫货 这很有趣 如果来看一下 这个Cony Cony可以看到这边 目前为止 它是0.87 它过去24小时 成交200多亿的 如果你看这个价格 从这边0.4几 0.4没什么买卖 0.4一直在0.4 没什么买卖 忽然之间短时间 1.2再拉下来 现在0.67 如果你看这个 下面的这个价格 就这根超级大根的 这边有一个 178个Volume 这个应该是Eat的价格 你看这边其实都很少 很少很少 这边曾经有一个 这边曾经有一个 在2月10号 曾经有一个200多Eat 这边有一个100多Eat 我觉得后面可能有一些 什么事情要发生 只不过我不知道 你看篮筹比例还不错 29% 他主要后面后的是谁 Adidas Clonex Mutant Artifact 然后Mibips 我们看一下他们的 这些投资者有谁 当然第一个是Mekaverse Mekaverse本身 本身的Wallet 然后这边有一个 70个的IbuRocky 然后Valumesser JPJ Curley Zipsy 这边Zishi 这个应该就是 所以他们本身自己这个Community Wallet 他后面这边是应该就发一个小小只 这不知道什么东西 我问他们是不是因为要发这个旁边这个小只的 MekaBot OK They are coming to you 所以每个Mekaverse 他旁边都会有一个Bot 他等于要发一只小只跟在旁边 你看 It is still time to climb your MekaBot 4月4号的时候他发这个 说你可以去Climb这个Bot 如果你有Mekaverse的话 就等于是我就机器人之外 我再可以再重新在Climb 一只小只的跟在旁边 你看你看就是原本机器人 跑一只小只跟在旁边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但是这个3月26号的时候 他发这个消息出来 但是市场没有什么反应 你看这个MekaBot之前发销 市场没有什么反应 市场还一直跌 一直跌 也不会这个没什么 就是就是MekaBot的一个collector MekaLuni OK 他是MekaBot collector 蠻妙的 PJ Curley 我觉得MekaBot的 Mekaverse的collector 他们蛮有趣 他们都有自己一个风格 他们跟其他的项目不太一样 他这帮人就有自己的一个风格 Bob 这是Doodle Doodle Crypto Chicks 这还有 这叫 这是什么Friend Human Friends 蛮有趣的 Coo Crisis 这是Meka 刚才这个Mekaover 其中一个holder 那你觉得我幸运 大概你价值的话 你关注Twitter 加入Discord 然后后皮的 按头按头 订阅订阅订阅 然后把它在点赞点 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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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Cheers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